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晚 市长曾丰宝带队到中山东路原龙湖沟应急排涝出口 详细了解积水原因及应急措施 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要求市城管部门市排水公司及施工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 及时疏通积水 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生活出行的影响 市领导许洪华李昭参加检查 受狮子山外围环流影响 7号14时至9号10时 火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全市平均雨量157毫米 有10个镇街 不得总雨量超过200毫米 最大雨量出现在龙虎区新海街道达255毫米 市城管局和市排水公司立刻响应 进入应急排涝模式 各蹦炸站是潮汐墙排或自排 各处寒炸保持开启 应急抢险队加强巡查 及时调配应急抢险车辆 由于8号的暴雨短时雨量超大 又恰逢初三大潮 外海潮位较高 加上部分路段新改造导致排水不畅 造成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反复积水 我们排水公司从早上5点多 就150个多个人到现场 到各个积水点进行协助排水 而且我们的梦站是昨天晚上8点就已经开始一先在强排了 我们也在尽力做好好大的工作 市公安交警部门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增派警力提前上路加强指挥疏导 帮助涉水行人安全通行 推离抛锚车辆等 利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昨晚8点半 记者在市区金沙路金环路口看到 积水已经蔓延到人行道 有车辆熄火抛锚 交警在现场疏导交通 引导车辆绕行 避免经过积水较深路段 我们都是看到车辆都已经吸瓦在路中间 我们都引导他们靠边行驶 拉警戒线 一直都是轮流都有人在这里驻守 晚上的话就是行人各方面都注意比较安全 在交警指挥中心 值班民警 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实时路况 并与市气墙台 山头电台加强联动 即时发布路况信息 做好安全出行提示 通过实时滚动监控 对拥堵路段 即时发出处置指令 逼时间疏独保长 按照统一指挥 快速处置 属地负责和区域联动的原则 全力做好恶务天气的保障疏独工作 通过107.2交通台 微博 交警公众号等 即时将路面积水路段 车辆通行等情况通告市民 引导市民 尽量避免驾车出行 暴雨来袭 山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7.2快速启动应急广播 记者注点是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连续十几个小时发布更新路况信息 第一时间把天气预警 积水情况 交通路况等信息传递给市民 应急广播还与应急气象 城管 交通等职能部门取得联系 获取相关最新信息 即时向市民发布指引信息 近百票 在防御 暴雨 疏导 交通等方面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 众多热心市民通过直播热线 互动微信等渠道提供了几百票路况信息 使应急广播成为广大市民互帮互助的有效平台 市民在网络平台表示 自己边开车边拼广播 根据实时指引 成功避开积水和拥堵路段 平安回家 应急广播为拼众提供最及时最有效的交通服务 还有市民提出建设性意见 目前 影响中心程序的强对流云系 已经明显减弱 市气象台 于今天11点20分 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市三房指挥部 也于今天12点15分 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市气象台预计 受另一个台风 远规外围环流影响 13至14号 火事将再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继续加强值班职守和巡查排查 切实做好汛期强降雨及其导致的城乡激劳 地质灾害等自身灾害防御工作 今天上午 我是组织收看收听全省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知识精神 深入推进突出毒品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随后 市长曾峰宝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对深化我市禁毒工作进行部署 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灌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知识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扛起做好新时代禁毒工作的责任担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真心实意重视起来 真心实意干起来 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构建 无毒扇头 会议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 扎实推进整治突出毒品问题行动计划深入开展 一是 加大力度打击涉毒犯罪 严防制毒低挖效应 全力打击贩毒网络犯罪 严厉打击新型毒品犯罪 加强涉毒资产查处 二是 做好介质管控和帮扶工作 恕劳百姓情怀 做好病残吸毒人员收治 帮扶等工作 健全完善戒毒康复机制 用心用情用力 推进关爱工作 三是 强化情报体系建设 进一步强化情报基础建设 加大线索挖掘和按键真控力度 搭建信息化交流平台 实现情报研判效果的最大化 四是 加强毒品预防宣教 广泛开展进毒宣传 突出青少年未成年人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不让毒品进小园 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 积极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毒品治理体系 各级各部门要把进毒工作扎扎实实抓起来 各司旗帜共同努力 确保进毒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形成打防管控宣服合力 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的进毒工作格局 市领导黄果黄海蔡荣 山头海关基司局局长侯文明 在山头分会场参加会议 一年来 我是深入贯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视察山头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推进调皮档案保护和研究工作 是档案馆 也加大调皮征集力度 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今天上午 我是六位民间收藏家 以及桥皮经营者后人 向市档案馆无偿捐献337件桥皮档案 这些珍贵的桥皮档案 对广东山头的近现代史研究 特别是山头经济社会建设史 华侨史对外关系史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接收桥皮档案捐赠仪式上 市档案馆向六位民间收藏家 桥皮经营者后人颁发捐赠证书 号召社会各界 踊跃捐赠桥皮档案资料 此次中华全国极有联合会会时 国家级油展评审员蔡少明 捐赠珍藏多年的200件桥皮史记封 其中包括 源于同一家庭的48件系列桥皮 而早在10年前 他就曾向桥皮文物馆捐赠过172件桥皮实物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桥皮这个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到大家庭里面 可以增加这个馆禅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征集鉴定专家 潮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桥皮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 捐赠了存世较少的特殊实际的暗语桥皮 以及全信用泰国文书写的桥皮共三件 至目前 他已先后捐赠了1123件桥皮原件 全部收藏于市档案馆特藏市 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吴兰 也捐赠了上世纪60年代 旅外侨胞汇款凭证100页 原汕头镇盛兴批局经营人后代曾宗勇 捐赠的则是原镇盛兴批局 业务用空白毛边信件 及回批纸共16页 此前曾宗勇及其亲属 先后四次捐赠批局的算盘墨宴 披角白帆布袋等老物件 过去这一年里 曾宗勇又捐出十分珍贵的德国造显微镜 习总书系吧 来上头考察 精神鼓舞了我们 为国家当难岸稀有 捐出出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还知道华球爱国爱家的精神 如果我有 家里也有我在找 如果有我会继续捐送 同为乔批经营人后代的瑞永平 捐赠国学大师饶宗乙先生 1982年书赠扇头有信批局经理人 瑞宜勋条服 及瑞宜勋至饶宗乙先生新建的仿真件 今年7月份 瑞永平曾向市档案馆 捐赠有信批局创办人照片一张 以及填补市档案馆 馆藏空白的乔批总包锋六件 原汕头申春批局经营人后代魏佳佳 此次则捐赠申春批局经办的乔批总包锋等人物档案15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视察汕头时强调 要保护好乔批文物加强研究 为此是档案馆加大对乔批的抢救修复 蒸汽保护和开发利用 并接收了乔批收藏家 乔批经营者后人捐赠的各具特色的乔批元件 及相关文物 批局工作设备 乔批总包锋 华侨银行汇款票据 今年初 山头市荣誉市民马亚女士 在其女儿麦琳莉女士的陪同下 向市档案馆捐赠其丈夫麦保尔先生 生前收集的四万多封乔批 进一步充实市档案馆馆藏 接下来市档案馆将继续推进馆藏乔批档案的保护和数字化工作 加强桥批文化的研究与传承 丰富桥批文物馆的展成内容 向全社会传播优秀潮汕文化 我们今天认真贯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桥批的重要指示精神 对桥批进行研究 下一步我们在桥批文物馆的基础上 还在市档案馆设置桥批档案的精品掌 让广大群政来了解学习朝山的历史 桥批的历史 开辟一个桥批档案的展示厅 让观众来参观学习 激活爱国群怀 汕头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之城 近年来 全市检查机关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 依法开展红色革命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和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共立案132件 发出检查建议132件 其中红色资源保护检查建议11件 为保护红色资源和文物贡献检查力量 位于市区中山公园内的朝善抗日战争纪念馆 前身为忠烈此就职 市我市一处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4年 市政府将原来的中业辞就职 跌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并划定和公布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不能有影响文物安全的构筑物 我们在履职中发现中列池就职的周围是有一个构筑物 构筑物对这个中列池是有的安全造成影响 该构筑物是环绕抗战纪念馆的架空轨道设施 去文物本体最近的地方不足三名 市检察院乡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出检查建议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行文物保护监管职责 消除文物和环境安全风险隐患 我们根据那个市检察院的建议 我们就做出了整改 现在轨道离抗战管本体建筑的最短距离 约七米左右 我们还委托了第三方这个房屋鉴定 属于是安全距离 市检察院还针对文物保护单位 为在法定期限内划定保护范围的问题 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向市文广旅体局发出检查建议 促使该局及时牵头各区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 和相关文物业主单位 明确文物主体保护责任 限时督察整改 目前49处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 划定工作已取得较大突破 珍贵的革命资源得到及时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 及时划定 有利于阻止违法建设 报复等作业 保护文物的安全和风貌 汕头市两级文旅局 各级政府加大划定工作力度 部分已经完成划定 部分正在加紧推进中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是指具有专业化 经济化 特色化 新颖化的中小企业 是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 稳定性和竞争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年以来 城海区税务局通过点对点 低管辅导 靠前服务 一对一 见当跟踪 为城海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 富能蓄力 高新技术企业 广东红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的品牌化妆品玻璃 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今年入库广东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在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 税务部门精准回应企业的 涉税需求和难点读点 护航企业安心研发生产 2020年度 我是被列入省工信厅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的 25家企业 有9家来自城海 城海税务部门 为他们建立企业健康档案 形成一户一凳 确立纳税服务 回访加辅导加整改多项机制 精准服务企业 服务主动去靠前 比如说我们的增值税 增量留底退税的 这样一个审批的流程 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 现在是有效地提升到了 就是压缩压缩到了一个工作日 近期是我们最近的一户范例 更是压缩到了 就审批时间压缩到了 我们的2.5个小时 城海税务部门还为专精特新企业 提供春雨润苗税务支库 信用管家等服务 其成推出了税费优惠政策 精准投送 大企业一起测等十大类辩明举措 在税收优惠支持 发票使用 及纳税信用风险提醒方面 精准定为纳税人设税需求 坚定不移地走好我们的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之路 更好地助力我们的专精测薪 中小企业在各大行业 能够做到他们 成为他们行业的小巨人吧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我是旅游消费市场 活力涌动亮点突出 补偿市出游意愿强烈 汕头南澳岛中山公园 莲花丰风景区 成为节日三大热门旅游景点 汕头文化特色 滨海资源 商部底蕴 乡村特质等旅游资源 叠加交融 焕发出全新活力 据初步测算 国庆假期南澳县 共接待游客近50万人资 同比增长6.1% 实现旅游收入约1.7亿元 同比增长12.6% 国庆期间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红色旅游景点 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热门场所 同时路程较短 游乐设施起备的乡村游 周边游 也受到广大游客欢迎 市商务局 市卫健局 市总工会 联合汕头苏宁易购 开展苏宁家电 百万补贴活动 随着消费需求多样 消费新业态也更多元 手电经济 体验室 沉浸室等新的消费模式 不断涌现 据不完全了解 国庆期间 火市17家商场超市 销售额约8732万元 朝阳区加快推进总投资 约2.88亿元的 朝阳区中医医院 异地新建项目 近日 项目已完成 总工程量超过7成 塔楼与群楼主体结构均封顶 正进行室内墙体器柱 水电管线预买等施工 将力争明年7月如期竣工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8万多平方米 按三极甲等中医院 标准设置床位800张 优优独播剧场mail.com